那么重命名和删除功能怎么回事呢 这里面有个什么 叫rename2 然后还有个delete 一个是重命名 一个是删除 我们把它拷贝出来 Ctrl C 新建一个类 叫做demo2 demo2 然后来一个file file method METHOD demo3 已经有了是吧 demo3 file method 好finish 然后把刚才内容怎么样 粘过来 好了我们来看同命名和删除功能 然后我们来一个file file1 就等于了new一个file 这是不是创建一个文件出来 然后来谁呢 来一个 xxx tt 它是不是在我们这里面已经存在的了 然后我们来个rename2 rename2 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file dist 是不是目标文件啊 那我要把当前这个文件 放到什么 是放到目标文件去啊 那么这个rename2啊 它可以改名 还可以怎么样呢 点切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 我不改变路径 路径呢 还是原来这个路径 来file file file2 就等于new一个file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叫做oo.tit 那我们现在知道oo.tit是不存在的 那不存在我怎么做呢 我想把它叉.tit改成叫oo.tit 我们来看 怎么写 来一个file1 这个rename2 file2 好 我把它打印一下啊 打印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运行 大家看是不是处啊 然后呢 f5刷新一下 f5刷新一下 xxx.tit已经改成了 oo.tit 那么这个是路径相同 他们俩是不是都在当前项目下啊 那如果是路径不相同 比如说 现在咱们再改一下啊 我原来呢 叫做oo.tit 是不是改成oo了 然后现在呢 咱们把它又改成了xxx的tit 然后呢 要改成哪呢 要改成到地盘下 地盘冒号 斜线斜线 哎 我让它直接到地盘下 变成了xxx的tit 然后这回我们再运行 运行结果是处 那你去找哪个 上哪去找这个文件啊 是不是到地盘下 那在这里f5刷新一下 看一下啊 oo.tit是没了 好 那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地盘啊 找一下地盘 有没有 有没有啊 是不是在这里有啊 哎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删定 OK的 所以呢 rename2的作用是干嘛呀 如果路径相同就是改名 如果路径不同 是改名并怎么样 并剪切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delate delate什么意思啊 删除文件或者是文件夹 哎 它很牛啊 可以删除文件 也可以删除文件夹 好 把这个抽取出来 demo delate 我们把这个yyy.tit 封装成一个file file 然后呢file1就等于了new一个file 然后呢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yyy.tit yyy.tit 然后来一个file1 file1.delete 然后呢把它选中了 out加斜线 然后来运行 来看 结果是处 然后f5刷新一下 删不删掉啊 删掉了 但是这个大家删的时候啊 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删除的时候 是不走回游站的 这里面也提了啊 扎欧中的删除 不走回游站 呃 在这里面 我这回游站里 哎 是没东西的对不对 你看 所以呢 它删除是不走回游站的 说没有进到我回游站里啊 所以大家删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 好 这要删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啊 这是删除文件 那如果删除文件夹呢 来拿到一个文件夹 file file2 等于new一个file 来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是AA 可以吧 好 我们来一个AA 然后SYSO打印file2 点的一个 delete 好 再来运行 大家看 处 是不是删掉了呀 哎 删掉了 那么 我们来看啊 我再来一个 file file3 就等于了 new一个file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 ccc啊 我现在想把cc删掉 但是cc下面 是不是还有个dd 来看能不能删除成功 SYSO 我们来一个file3 点的一个delete 好 运行一下 大家发现 是不是false啊 没删掉 来F5刷新一下 刚才那个AA已经被干掉了 但是这个ccc 是我没有被干掉 为什么呢 要删除一个文件夹 请注意该文件夹内 不包含文件或者是文件夹 也说你要删除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必须是空的 如果 如果 删除一个文件夹 那么 文件夹必须是空的 好 那么在这里啊 有同学就质疑了 说老师 那我们扎我不够强大呀 你看我在windows里面 我删除一个带内容的文件夹 是可以删掉的 右键点删除就可以了 那么它是如何删掉的呢 它其实啊 是做了一个便利 把里面的每一个文件全删掉 然后呢 再去删掉这个文件夹 都是这样的啊 是把每一个文件删掉 再删除文件夹 所以呢 其实我们windows里面 它直接删除这个文件夹 也是只能删空的 它应该把里面的所有内容全清空掉 然后呢 才会去删掉删掉这个文件夹的 好 那么这就是 delate这个方法啊 要注意这两点 材料中删除的是不走回忧站的 所以你不要你把你的重要的文件 拿这里来试 那么要删除一个文件夹 请注意该文件夹不能包含文件 或者文件夹 也就是说要删就只能删空的 这就是这两个方法 好 这个支持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